关心天大事 言论财富人生 大家好 我是百年 美元加息终于要结束了 截止百年发视频的时候 根据芝加哥交易所的统计 海外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有90%的概率 未来不再加息了 但是奇怪的是 美元加息结束了 美国经济却并没有按照剧本走向衰退 美国的失业还在创新低 工资增长还在创新高 二季度美国的GDP增长是2.4% 在发达国家里都算是高的 很多人会问这不对啊 美元利率这么高 难道不应该把美国的经济加崩吗 其实不是剧本不对 而是美国人已经找到了这轮危机的替罪羊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每一轮美元加息结束之后 都会有一个大型国家或者区域走向崩溃 比如说1983年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和秘鲁等一众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让拉美经济倒退20年 1988年美联储启动第二轮加息 戳破了日本房地产爆末 日本开启了失去的30年 1994年美联储加息 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的休克尔疗法失败 但是美国也有玩拖的时候 比如说2005年美元加息 反而引爆了次贷危机 最后美国自己成为了加息的牺牲品 但是无论怎么样 一轮加息过后 总有国家要崩溃的铁率是不变的 百年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美元作为国际货币 就好比世界经济的粮食 美元加息 那是人为制造粮价上涨 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来了 总得有人吃不起饭吧 要挨饿 甚至要饿死 饿死一个人还不够 还要饿死一批人 但是这一轮美元危机 好像并没有按照剧本走 至少目前新闻报道上 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大型国家崩溃 斯里兰卡 黎巴嫩这种破产国家 都是小菜 撼动不了大局势 那么谁究竟才是这轮美元危机的主菜呢 答案其实已经接近水落石出了 它就是德国 7月份 德国最新公布的制造业PMI数据 居然只有38.8 38.8是个什么概念 PMI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前瞻性的指标 每个国家都会统计 以50作为分界线 高于50被认为处于扩张区间 低于50就是衰退区间 理论上来讲 低于50越多 衰退程度越深 通常来说 一个国家的PMI 是围绕50上下震荡 我们国家7月份制造业PMI是49.3 美国是46.4 要是低于45 那在很多网民的眼里 那都是亡国之兆 但是德国就是用这样一个38.8的历史新低 冲洗了世界投资者的眼睛 今年德国能掉入这样的处境 原因并不复杂 德国以其强大的制造业闻名于世 制造业产出 在德国GDP中所占的份额接近23% 比欧盟平均水平的16%高出是一大截 别看23%的份额好像不高 但实际上拥有宝马 奔驰 大众巴斯夫西门子等全球品牌 雇佣700多万人的德国工业才是根本 有了德国工业在全球攫取利润 服务业等配套产业才能发展起来 中国其实也是这样 中国制造业GDP占比不到28% 看起来也不多 但是它的重要性 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 德国工业实力强劲 固然有德意志科技世界第一的因素 但是制造业成本低廉也非常重要 在2019年之前 根据德国公用事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一家每年使用一亿度电的大型工业公司 支付的电费在5.1每分每度 到17每分每度不等 换算过来 差不多就是四毛钱一度电 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比较便宜的 要知道咱们国家 现在的工业电价也就是五毛一度 更别提其他发达国家 但是这一切优势都随着俄乌冲突 烟消云散了 俄乌冲突爆发前 俄罗斯制造业PMI一度处于60以上的繁荣区间 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随着德国失去了俄罗斯能源供应 北溪优备炸 2022年德国进口能源价格直接暴涨129.5% 本土能源价格上涨68% 工业用电成本相比于2019年直接翻了三倍 德国的能源红利没了 但是德国企业们不能坐以待毙 资本是最聪明的 于是最近两年 德国制造业掀起了一场大出逃运动 典型的例子 比如汽车品牌大众 去年大众高管就放诸过 如果能源危机继续发酵 只能把生产设施牵出德国的消息 到了今年 大众更是一不做二不休 不但直接在中国 而不是德国发布全球电动新车 位于中国的大众合资工厂生产的电车ID3系列 更是反向出口到欧洲市场 欧洲售价还是中国售价的2.5倍 德国卖4万欧元 中国只卖1.5万欧元 让一众德国人怒骂大众是卖国企业 拿德国消费者的钱补贴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部门提供的数据 2022年 从德国流向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1% 在制造业当中 德国在中国的FDI占比 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从2000年的2%上升到了最近的14% 合计达到了610亿欧元 仅德国汽车行业 就将其24%的外国资产投资于中国 当然了 我们中国从德国制造业外逃中分了一杯羹 美国也分了不少 去年8月份 美国推出了通胀血减法案 通过高额政府补贴 吸引制造业回流 正好承接上了德国制造业出逃的这一股疯 从这里你就能看出 美国人先引爆俄欧冲突 又颁布通胀法案 收割德国制造业 这一套组合拳打得十分漂亮 心思之缜密 令人恐怖 话说回来 通胀法案推出之后 不少本来就计划出逃的德国企业 都把目光转向了美国 比如说3月份 奔驰在亚拉巴马州开设新电池工厂 网马宣布 10月份在南卡罗莱纳州 进行新一轮的电动车投资 大众集团则宣布 到2027年将在北美 共计投资71亿美元 此外还有拜尔 巴斯夫 营创工业等化工企业 都宣布在美国扩大投资 根据德国商报的报道 仅美国俄克拉河马州一地 就吸引了60多家德国企业前往投资 福西尼亚州当地政府则宣称 今年已有6家德国公司 宣布建立或者扩大福西尼亚州的业务 从这里你就能够看出 为啥美国经济迟迟不衰退 工资又涨 失业率又低了 那就是欧洲 特别是德国资本 正在给美国大量输血 而代价就是2022年 德国资本总共外流1350亿欧元 流入的仅有105亿欧元 投资净逆差 创下历史最高 今天德国经济衰退的如此之快 也就不足为奇了 德国经济衰退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宏观数据百年就不谈了 我们来看一些微观的 对德国老百姓有哪些影响 根据德国政府农业部的统计 2022年德国肉类消费量人均52公斤 比2021年突然下降了8% 创下了自198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成立于2017年的德国创业公司Surplus 在网上专卖过期商品乃至过期食品 去年开始爆火 受到很多德国人的追捧 所以别看很多德国人说是老钱 人均GDP高 饿也饿不死 那发达国家其实也有穷人 经济危机来了 穷人总是最先遭殃的 同时呢 德美差距进一步扩大 也让很多德国普通人心理不平衡了 目前呢 德国虽然经济差 但是呢 CPI增速却是美国的两倍 德国是6.2% 美国是3.2% 同时啊 2019年以来 剔除通胀之后的 德国的真实的这个工资水平呢 下降了约3% 而美国的真实工资呢 却增长了6%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面对物价上涨 部分德国人只能饿肚子 节约消费 而隔壁的美国人却涨了工资 消费了原属于德国人的那一部分 换做你 你心理平衡吗 所以啊 今年德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 那就是 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在2023年短短半年时间里 德国极右翼政党 德国选择党 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国会第二大党 并在历史上首次拿下 德国地方长官竞选 德国选择党的口号 就是反对欧冲突 与俄罗斯和解 回到经济层面呢 更进一步来讲 德国老百姓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来 我们要知道 作为经济支柱的制造业不景气 衍生的影响就是大量配套企业倒闭 根据德国知名信用机构 信贷改革近期发布的数据 今年一到六月份 德国共有8400家公司破产 比去年同比增长16.2% 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行业巨头 企业倒闭又意味着银行坏账的增加 这无疑将引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今年三月份 硅谷银行风波的时候 国际投资者就曾经做空过德意志银行 这一次呢 德意志银行 德国的金融体系还能撑得过去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如果德国倒下了 将在国际上掀起多大的风浪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呢 对于美国来说 我们很多人希望看到的 美元加息把美国自己加崩的画面 这一次可能不会出现了 靠着吸血德国和欧洲 美国将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甚至后面在德国崩溃的尸体上 美元资本下场抄底 还能发一笔横财 不过 美国也不是一点代价都没有 回过二战之后的历史 德国和日本曾经是 美国对抗苏联阵营的样板戏 他们能够在二战失败后 重新崛起正是美国经济扶持的结果 通过德国和日本 美国树立起了世界灯塔的形象 告诉全世界 投降美国就有好日子过 我们想一想 几年前流行民间的公知体文章 所有和美国交好的国家都发达了 跟美国对抗只会像朝鲜 伊朗一样贫穷 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呢 苏联和东欧国家 也正是被这么忽悠瘸的 但是 继八十年代贸易战搞垮日本经济 九十年代休克尔疗法 收割俄罗斯之后 今天的美国为了短期利益 终于把屠刀 伸向了羊圈中的最后一只羊 德国 如果德国再倒下了 那么美国这个样板戏 就彻底唱不下去了 世界灯塔的形象 也将随之倒塌 随着世界各国 看清了美国的真实嘴脸 往后谁还会心甘情愿地 投靠美国 上赶着被美国割韭菜呢 而一旦无韭菜可割 美国的霸权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